披荆斩棘三总决赛录制结束 据知情人士透露 陈楚生夺得这一季的总冠军 对于这样的结果 虽然也在预料之中 但很多网友还是想知道 为什么节目组不捧林志颖或胡彦斌夺冠呢 论字里 陈楚生不如林志颖和胡彦斌 论他为 陈楚生也不及林志颖和胡彦斌 可即便如此 陈楚生还是成为了披荆斩棘第三季的总冠军 网友们对此感到疑惑实属正常 下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看了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 节目组捧陈楚生是比较明显的 林志颖和胡彦斌虽然也获得了不少照顾 但论待遇还是不如陈楚生 一开始 大家都认为 林志颖是这一季毫无悬念的总冠军 他就相当于第一季的陈小春和第二季的苏友鹏 也撑得上几代人的回忆 在所有参赛哥哥中咖位最大 节目组没有理由不捧他 可越到后面 我们才发现林志颖没有掀起一点水花 胡彦斌在整个华语乐坛地位不低 在《终生代歌手》中绝对排得上号 节目组既然不捧林志颖 那就应该捧胡彦斌 理论上可以这样说 但实际上节目组也没有捧胡彦斌 我们看到 一开始胡彦斌在节目中 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直到后面 节目组才逐渐照顾到他 是因为节目组放弃了林志颖 自然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胡彦斌身上 但不管怎样 胡彦斌的存在感还是不如陈出生 胡彦斌的乐坛地位其实是比较尴尬的 我们承认他有一定的咖位 但他的咖位又没有上升到一个特别高的位置 如果他有薛之谦 许松 李荣浩 张杰那样的咖位 节目组会不捧他吗 可惜胡彦斌没有 胡彦斌这几年一直在天赐的声音担任常驻嘉宾 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 导致他的乐坛地位基本定型了 上不去也下不来 同为终生代 他的地位确实不如 薛徐李章 不高不低的地位 始终无法获得节目组的力捧 所以他夺冠不了 而陈楚生 论资历和咖位不如林志颖和胡彦斌 但论今是今日的人气 林志颖和胡彦斌都不如他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资历和咖位的重要性还真不如人气 从这个角度来说 陈楚生夺冠倒也说得过去 另外大家要知道 陈楚生毕竟是参加芒果台快乐男生夺冠出道 说白了他是芒果台自家人 芒果台没有理由不捧他 肥水不留外人田就是这个道理 有网友说 陈楚生跟芒果台不是闹过矛盾吗 芒果台为什么还要捧他呢 其实恰恰是陈楚生跟芒果台闹过矛盾 芒果台反而会捧他 芒果台就是要通过捧陈楚生夺冠 来展现他们的大度宽容 这才是明智之举 如果芒果台不让陈楚生夺冠 反而让大家觉得他们还在记恨陈楚生 到时网友们又该吐槽芒果台心胸狭窄了 不是吗 第三季的披荆斩棘 无疑是2023年最最热门的综艺节目之一 又一次引发了综艺节目的轰动 有网友爆料称 这一季的总冠军已经浮出水面 他就是才华横溢的陈楚生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如果消息属实 这将是陈楚生在一次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 陈楚生一个在音乐领域里游刃有余的名字 早在2007年 他便在快乐男生的舞台上展露头角 凭借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才华横溢的表演 赢得了总冠军 如今16年已经过去了 他又一次站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向观众展现出他的不凡实力 在这个舞台上 每位嘉宾都有着独特的魅力 出色的实力 陈楚生和其他31位宝藏哥哥们 在竞技中尽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个性魅力 让观众们对他们刮目相看 从《行走的鱼》到《灵人》 从《无数》到《动物世界》 再到《他不爱我》 所有这些表演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都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陈楚生的才华和音乐风格 在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 赢得了观众们对他的喜爱 他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了 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在《真人秀》环节中 陈楚生和其他嘉宾们 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和魅力 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成为了观众们的话题 让人们更加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 这些嘉宾们的个性和魅力 也让观众们更加喜欢他们 陈楚生在第三季的披荆展集中 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 他的才华和音乐风格 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他的表演和其他嘉宾们的表现 也让这个节目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所以无论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陈楚生都已经在音乐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的实力和魅力 再一次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批歌第三季武功下半场即将进入最后的总决赛 而这档节目早已在观众中取得高人气 在播放量突破58亿的同时 即将到来的总决赛更是备受期待 有望再度刷新记录 背靠陈楚生领军的阵营更是表现出色 最终陈楚生夺得总冠军 成功逆袭的故事 让这一季的批歌更加引人入胜 陈楚生此次在批歌中的逆袭之路并非偶然 他曾是2007年快乐男生的总冠军 但随后因与湖南台产生分歧 而被封杀 一度胡咔不再活跃于乐坛 然而陈楚生坚守初心 今年在批歌中再次崭露头角 这次的双冠夺冠 正是他音乐才华和坚持不懈的证明 批歌高人气数据背后的精彩 批歌第三季成绩斐然 播放量超过58亿 比首季节目播放总量还高 在武功下半场中 哥哥们的不懈努力和表现可圈可点 将这档节目推向了新的高度 观众期待已久的总决赛 更是成为了瞩目焦点 陈楚生从一宫开始担任队长 一直到武功结束 期间队员人数多次变更 陈楚生的团队领导力 得到了队员们的认可 最终陈楚生带领着阵营的哥哥 全部成团圆梦 成为X-leader 这既是实至名归 也是观众心目中的期待 陈楚生的音乐之路 逆袭的含义 逆袭是陈楚生音乐之路上的关键词 在他的音乐之旅中 经历了从冠军到胡咖的低谷期 但他一直坚守初心 追求纯粹的音乐 今年的P哥成为他的逆袭之路 重新夺得冠军 也验证了他对音乐的坚守 在总决赛之前 观众心中普遍认为 最有可能获胜的是林志颖 然而陈楚生在最终结果中 惊喜问鼎 这次结果也反映出 节目组尊重了观众的意愿 最受观众喜爱的 就是最终的冠军 陈楚生的成功之路 15年的坚守 陈楚生的成功 不仅仅是在今年的P哥 更是经过了15年的坚守 和不懈奴隶 他在乐坛的低谷期并未放弃 重新展露头角的陈楚生 成为了P哥的最终赢家 也证明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陈楚生在P哥中的逆袭之路 不仅是对自己音乐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15年坚守的奖励 他的成功故事 鼓舞着更多在困境中坚持的音乐人 同时也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精彩分成的音乐盛宴 陈楚生的逆袭之路 必将成为P哥历史上璀璨的一笔